第三 储慈的艺术成就 储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突出的艺术手法有 第一 笔心手法 脱物欲擒 就像我们上面讲的 以香花美草比喻一种高洁的品质 以恶情臭物 比喻品质低劣的小人 以灵修美人比喻楚怀王 以男女之情比喻君臣关系 以群小比喻朝廷中 环绕在君主身边的小人 等等 储慈中一切的景物 大多数都加入了 诗人自身的思想情感 从而能显得寄星摇升 第二 情景交融 渲染氛围 比如乡夫人的开篇 地址降兮北竹 木渺渺兮仇鱼 鸟鸟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再比如山鬼 雷田田兮雨迷迷 圆啾啾兮又夜明 风沙沙兮目潇潇 思公子兮涂离忧 这都是在描写一种 漆迷 苍茫 萧瑟的景象 表达一种柴绵七晚的情感 情景交融 第三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 一方面处持真实而深刻的揭露了 战国后期 楚国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混浊 另一方面 屈原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 绚丽奇幻的意境 和琳琅满目的文采 展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但是即使在上下求索 四方神游的这个章节中 诗人也夹杂了大量的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 也就是神话与历史交织 显得既其力又厚重 可以说是千古奇文 我们以司马迁对屈原 其人其文的评价结尾 其文曰 其词微 其智节 其行连 其称文小 而其子极大 举类迷 而见意远 他的文章简约 他的言语含蓄 他的志趣高洁 他的品行端正 他表达的事物细小而平凡 但是包含的思想却博大今生 他所举的视力都很浅显 但是表达的意思却十分深远 推辞至也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